和喜欢的人在喜欢的地方过喜欢的生活 把喜欢的面包掰成两半 你一半,我一半 幸福就是这样简单 大家好,我是阿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讲述在一个咖啡厅里发生的温馨故事的治愈感人电影 幸福的面包 李慧的初恋名叫玛尼 上小学时,他家附近有个图书馆 在图书馆里,他看了一本名叫《月亮和玛尼的书》 小男孩玛尼会把月亮装进自行车的车栏里 每天从空中的东边骑到西边 有一天,月亮请求玛尼帮她把太阳摘下来 因为她会被太阳光照得眼疼 玛尼拒绝了 我不会将月亮摘下来 因为太阳能照亮你 而你会为其他人照亮夜空 这样走夜路的人就不会害怕了 李慧很喜欢那本书 一直到现在还将那本书带在身边 他相信玛尼是真实存在的 月亮也会在黑夜里一直照耀着她 然而黑暗还是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毕业后她找到一份工作 每天的工作让她忙到焦头烂额 结婚不久后 唯一的亲人父亲也去世了 从那以后她便生活在黑暗里 心也渐渐封锁起来 那时她才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玛尼 就在她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丈夫水稿对她说 我们搬去月朴吧 于是两人辞掉了在东京的工作 搬到了月朴生活 他们在田园的湖边 开了一家名叫玛尼的咖啡馆 一楼是餐厅 二楼是民宿 李慧负责冲咖啡 水稿负责烤面包 偶尔两人会一起 为客人准备印记的蔬菜料理 虽然咖啡厅坐落在田园 但不远处就有一个公交站 从乡里赶去上学的学生和上班族 每天都从这里经过 很多人在等车时 会选择到这里喝杯咖啡 吃些刚烤好的面包 心情也会变得很好 阿培先生就是这里的常客 总是提着一个箱子到这里吃早餐 但没有人知道 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如今李慧和水稿搬到乐谱 已有一年多了 脱离了城市的喧嚣 李慧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即使偶尔也有心情低落的时候 但大多是在快乐和幸福中度过 他们会在后边的院子里 种上一种经常用的蔬菜 自给自足 放心又方便 两人还准备了一个玻璃罐 每当有好事发生 他们就会放一枚硬币在罐子里 如今罐子里的硬币已经攒了一大半 他们的咖啡店就是这样一点点完善的 现在也算小有名气 经常有客人慕名而来 感受田园生活 相知也是其中一个 然而他来到这里也是无奈之举 他和暗恋的男生约定 一起到冲绳旅游 男生答应得很好 却在出发前一天放了他的鸽子 他便没有了去冲绳的雅致 一个人来到岳浦散心 这里有清澈的湖水 柔软的草坪 还有不知疲倦 游在湖面上的白天鹅 他独自一人坐在船上 心情也渐渐放松下来 暂时忘却了暗恋男生 带来的不愉快 可正当他惬意地 欣赏周围的风景时 船翻了 他也成了落汤机 只好顶着满身的水 回到咖啡厅 时生看到这一幕 一脸的错愕 时生不是附近的居民 住的地方离咖啡厅 有五六十公里的距离 但每月休息时 都会来这里住上几天 香芝洗澡时 忘了带浴巾 李慧正准备去送 突然来了客人 于是只能拜托时生 将浴巾给香芝送去 香芝由于太过匆忙 忘了关上浴室的门 时生看到后 立马背过了身 脸也瞬间红了起来 香芝意识到什么 躲在浴帘后面 不好意思地接过浴巾 晚上 水稿研制了新口味的面包 拿给香芝和时生品尝 然而这时的香芝 对美食不感兴趣 一杯一杯地喝着 桌子上的红酒 不一会儿便醉得一塌糊涂 喝醉的她不停地抱怨着 那个暗恋的男生 为何要在朋友们都知道 两人要去旅游的时候 放了她的鸽子 明天就是她的生日 为何要让她如此难过 但想想也是 男生怎么会答应她 毕竟人家很受欢迎 如果用面包比喻 她就是高大上的巧克力面包 而自己就是个普通的吐司 然后又跑到时生身边抱怨 在这里生活真好 在东京生活简直太辛苦了 你这样一直在这里生活的人 是不会明白的 时生听到这样的话 瞬间变了脸色 在东京生活 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 有很多人想去都去不了 你还在这里抱怨 说着气愤地上了楼 半夜 时生被一阵声音吵醒 从窗户上往下看 香芝还没醒酒 正躺在草坪上 鬼哭狼嚎 原本愤怒不已的时生 被香芝的搞笑动作 逗得瞬间笑出了声 香芝听到声音 立马闭了嘴 愤怒地站起身 脱掉鞋子朝时生砸去 次日 香芝起床后 还没能从宿醉中 缓过神来 李慧为她准备咖啡面包 安慰道 普通的面包也没什么不好 吃过早餐后 四人一起出门采购 他们所需的食材 蓝天绿草 微风拂面 空气中拌着水果 和蔬菜的香气 香芝的心情 瞬间好了很多 时生买了一只向日葵 送给香芝 当作生日礼物 香芝很开心 可突然她想起了 一件麻烦事 为了面子 她告诉朋友 自己是在冲绳旅游 住着当地最有名的酒店 还答应朋友 会带冲绳的特产回去 于是只能请求时生 带她去市场看看 能不能买得到 两人找遍了市场 都没有买到 回来的路上 香芝一直在抱怨 常去咖啡店的杨子女士 想到自己几年前 去冲绳的时候 买过一件工艺品 便将工艺品送给了香芝 那是一个精灵的木雕 传说将她带在身边 幸福就会降临 但香芝不是很满意 她想要的不是这样的小幸福 而是大大的幸福 晚上回到咖啡馆 幸福真的降临了 李慧和水稿 为香芝准备了生日会 有丰富的美食 还有买不到的蛋糕 让香芝刚才的失落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坐在一起分享美食 水稿将面包掰开 一半递给李慧 一半自己吃 随后两人脸上都露出幸福 满足的笑容 香芝看到这一幕 很是羡慕 因为这就是她眼里 爱情该有的样子 饭后 香芝问时生 你是不是觉得 我很不潇洒 时生却说 当一个人承认 自己不潇洒的时候 说明这个人成熟了 人要是没挣扎过 永远体会不到快乐 所以挣扎没什么不好 她每天的工作 就是换火车轨道 火车能够轻易地改变方向 她的人生方向 却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轨道一眼看不到尽头 而她却永远无法离开这里 香芝邀请时生 和她一起回东京 时生想都没想 立马拒绝 她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 在东京 根本无法生存 太阳再次升起时 香芝要离开了 她决定不再向朋友撒谎 买了乐谱的特产 还带了很多水稿做的面包 普通的面包也很不错 她要带回去 给朋友们尝尝 离开前 她问水稿 食生去了哪里 水稿回答 早上就走了 香芝满脸的失落 故作开心地 对礼会和水稿告别 在公交站等车时 她看到了一抹身影 随即 食生骑着摩托 停在她面前 我要送你 一直送到东京 虽然路程遥远 但有个人陪伴 便不会觉得孤单 转眼间 秋天到了 成熟的栗子 从树上掉了下来 李慧和水稿 将它们捡回去 烤熟剥皮 做成栗子面包 人们都沉浸在 收获的喜悦之中 然而味酒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味酒是个十岁的小女孩 住的地方离咖啡店不远 本来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一对爱她的父母 不知何时 父母之间 每天只有不断的争吵 不久之后 他们离婚了 母亲也离开了她 在学校时 她可以和同学 打成一片 一旦放学 回到家里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对母亲的思念 就会涌上心头 只能坐在角落里 啃着在学校 吃剩的面包 父亲回来后 便对父亲说 想吃母亲做的南瓜浓汤 但父亲 何尝不是和她一样 思念着母亲 此日 在味酒上学后 父亲独自来到咖啡馆 问李慧 有没有南瓜浓汤 突然想到 这里是咖啡店 便改口 要了杯咖啡 她很佩服水稿 辞掉高薪的工作 来这里开咖啡店 水稿却说 这是我想过的生活 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吃些喜欢的食物 做做咖啡和面包 我想让人们 在吃我们做的美食时 能尝出四季的味道 景色每天都在变化 却不只有美丽那么简单 当味酒再一次 来到咖啡店时 李慧给她端上一碗 南瓜浓汤 味酒正正地 看着眼前的汤 眼前突然出现 母亲的身影 母亲做的汤 也是这个样子 她最终 还是没能喝下那碗汤 因为不想承认 母亲的离开 味酒妇女两人的悲伤 李慧和水稿 都看在眼里 他们不忍看到 两人整日 在痛苦中度过 便写了两封请柬 拖邮差送到 味酒和父亲手里 为了给两人 做上一顿 可口的饭菜 两人忙碌的一整天 晚上妇女两人 前来赴约 吃过热腾腾的正餐 然后是饭后甜点 两碗南瓜浓汤 父女两人望着 面前的汤 挣了许久 谁都没有动勺子 味酒再一次 起身逃走 她不想因为 吃了南瓜汤 加重对母亲的思念 片刻之后 她还是回来了 摇起一勺汤 喝了起来 很好喝 但和母亲做的 味道不一样 味酒问父亲 母亲是不是不会再回来了 父亲满脸的歉意 只能说句对不起 这时 一旁的阿培先生 突然起身 打开箱子 拿出里面的手风琴 弹奏起来 味酒站起身 走到父亲身旁 父女两人抱在一起 互相安慰着对方 水稿端上一个面包 请他们尝尝 两人用面包 蘸着南瓜浓汤 满足地吃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 幸福的笑容 离开时 味酒主动 牵起父亲的手 就算以后 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们也要幸福地 生活下去 秋天悄然而逝 冬天如期而至 满地的落叶 被大雪掩埋 每到下雪天 李慧和水稿 最喜欢的就是 坐在窗前 看着雪景 坐着手工 本以为 这样的暴雪天 不会再有客人到来 却不想到了晚上 咖啡馆里 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 中村爷爷和才子奶奶 年轻的时候 两人在乐谱相识 并且走到了一起 如今结婚 已有五十多个年头 期间 他们生了一个 可爱的女儿 然而一场 突如其来的地震 夺走了女儿的生命 这些年来 才子一直没有 从女儿 李氏的悲伤里走出来 如今年过七十 身体出现问题 却没有心病严重 李慧给两人 准备了热腾腾的饭菜 中村却拒绝了面包 要求李慧做米饭 因为才子吃不了面包 可米缸里的米 已经见底 为了让才子 吃上米饭 水稿冒着大雪 出去买米 临走前 交代李慧 砍好他们 因为他看出两人的不对劲 事实上 水稿的感觉是对的 才子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中村不想一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次来到出狱的地方 就是打算吃完最后一顿饭 和才子一起 离开这个世界 见水稿 买米迟迟未归 两人决定离开 寻找其他餐厅 幸好水稿 及时赶回来 将两人拦下 才子很喜欢 李慧炖的甲鱼汤 因为里面加了 他最爱吃的土豆 突然他闻见 面包的香味 便走上前 拿了一个 掰开 塞进嘴里 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感慨到 加着豆子的面包 可真是美味 这让一旁的中村 着实感到震惊 因为才子 从来不吃面包 看着看着 便流下了眼泪 他已经好久 没有看到过 妻子的笑容了 才子将另一半面包 分给中村吃 两人吃着美味的面包 脸上竟是 幸福的笑容 和泪水 才子睡着后 中村一人下了楼 看到正在和面的水稿 与之聊起天来 水稿邀请中村 在咖啡店里 多住几日 因为过几天 就要看到满月了 中村欣然答应 此日 周围的邻居 还有咖啡厅的常客 带着自家的农作物 来到咖啡厅聚会 中村和才子 也参与进来 动手做起了面包 虽然样子 没有水稿做得好看 但味道都一样美味 晚饭时 他们坐在一起 分享美食 然后干杯 在欧洲 有一个说法 干杯的次数越多 就会越幸福 有好事发生时 要干杯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照样要干杯 每天还可以 以干杯的方式 结束这一天 吃过饭后 阿培先生再次拿出 箱子里的手风琴 弹奏起欢快的音乐 大家随着音乐 开心地跳起舞来 笑声充满了整个屋子 闲暇时 水稿和李慧 会去院子里堆血人 中村和才子 就坐在屋里 看着他们 才子也很喜欢 那本叫 《月亮与玛尼》的图书 他相信只要有月亮 就会有玛尼 这句话 也触动了李慧的心 李慧再次相信 世界上真的有 玛尼的存在 也重拾了 继续寻找玛尼的决心 几天后 中村和才子 要离开了 此时 他们也放弃了 离开世界的念头 一切都应该 交给上天 顺其自然 水稿和李慧 将两人送到火车站 看着他们 渐行渐远 李慧对水稿说 希望你可以像中村 看才子那样 眼神一刻 都不从我身上移开 水稿点点头 随后两人牵着手 走在回家的路上 春天到来的时候 两人接到了 中村先生寄来的信 谢谢你们在冬天时 对我们的照顾 才子在不久前 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到咖啡厅那会儿 他就已经时日无多 我从没见过 他那样津津有味的吃面包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人哪怕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也还是在不断变化 想到之前和他一起了结 生命的想法 我很惭愧 因为你们 他在离世前 有过一段充实的人生 而我能够亲眼见证 现在已经很满足 很幸福了 水稿和才子又一次 做了夹着豆子的面包 用来怀念才子 李慧也终于找到了 他心中的玛尼 其实他的玛尼 一直都在他身边 那就是他的丈夫 水稿 转眼间 玛尼咖啡店迎来了 开业两周年纪念日 他们做了很多面包 将面包包起来 寄给那些 经常光顾的客人 还有附近的邻居 不久之后 他们迎来了夏天 也迎来了明年的客人 那就是李慧肚子里的宝宝 和喜欢的人 在喜欢的地方 过喜欢的生活 这些话 在当今经历过 激烈社会斗争的人 嘴里说出来 很多人都会觉得 不现实 因为就连做一份 自己真心喜欢的工作 都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更别提这样 不切实际的想法 不少人都还不知道 自己想要追求什么 也没有搞清楚 自己想要的幸福 是什么 但还是被电影 深深感动了 蓝天 白云 绿地 木屋 安静的咖啡香 刚出炉的面包香气 还有一直住在咖啡厅里 相爱的两个人 与主人甜静的笑语 男主人憨憨 却有温柔的声音 一起看着世间的 细水长流 抚慰着每一位客人 受伤的心 他们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最美好的名词 微笑 快乐 以及幸福 我们总在竭尽全力地追求 自己所向往的东西 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 可人要是没有挣扎过 就永远体会不到快乐的滋味 我们总要在不断地挣扎 和不断地丢人线眼中成长 但无论多艰难 都不要放弃对美食和风景的热爱 因为那是陷入绝境时 抚慰心灵最好的良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 接下来还有更多好看的电影 等着你们